今集的題目就是解放軍名嘴 是誰呢? 稍後馬上告訴大家 有一個解放軍名嘴 邊雙踢爆的當然是不想的 不過鬼爬蠔尾枕或者是 邊幫盜亡 就是怎樣呢? 邊雙踢爆 中共的三大主打 都會慘敗於美國 慘敗於美帝 尤其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好了 那是什麼呢? 馬上告訴大家 不過還沒說之前 呼籲一下 希望大家一邊看影片 一邊可以按右上角的鈴鐺 即是Supercheck 用銀碼標誌那個 那就可以了 隨緣落座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 現在可以免費試看Patreon平台 兩個禮拜 即是小弟的Patreon平台 兩個禮拜 即是14日 那辦法很簡單 你去Google search 只需要打印 版面郵報 atpatreon patreon patreon 那就可以免費試看 14日 之後再決定是否做訂戶 那直接輸入的網址 就是www.patreon.com slash post辦意 亦都提提大家 通常月初都說 毛尼拉費 會不見了幾十個訂戶 那今個月都不例外 那昨天阿夫議員之後呢 就有些朋友都立即做訂戶 多謝大家先 那就 有些支持者都是這樣 那希望大家如果不在意 其實都不是說不想訂的 你不想訂就沒辦法了 那不是的 原來是不在意 那就可以去逐訂 多謝大家先 好了 來吧 各位 曾經 被習總點名稱讚的 一個解放軍名罪 最近又有新搞作了 各位 是什麼呢 就是他教習總 曬冷 曬美帝冷 曬拜登冷 曬布林肯冷 就去吧 星期日 星期日就會見 就去北京 星期日和星期日 現在金融時報 浮世鋒說會 習總會見他 好像呢 現在 中美關係 有些少緩和的說 說什麼 沒有實質的事情 沒什麼差 是不是 而且共和黨 現在你看看 眾議院那個 麥卡錫 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吃著這個中國牌 打這張中國牌 不知道多爽 是不是 真是 真是 怎麼會放過你 尤其接下來 總統大選年 是不是 總之 他這樣說 說教他的好招 這個名嘴 教習總曬美帝冷 好厲害 but beauty but 不曬有自可 一曬就碎了 還不加火過 地鐵有色魔 不過 事關這個解放軍名嘴 講的什麼 三大主打 一曬冷 中共就只會輸到PK 真是很PK 還PK 比PK等 你說是不是很PK 各位 這位 解放軍名嘴 他就是大陸粉青報環球時報的前老總 現在是特約評論員 很便宜的評論員 叫做胡錫進 大家都知道 但有些事情你未必知道 胡錫進原來是解放軍出身的 胡錫進白爺自己已經是解放軍了 還打過國共內戰 好像火箭部隊 後來做 而胡錫進自己呢 就在軍校畢業 也做過七年解放軍那麼長 接著就去了《人民日報》做助理編輯 由於他精通俄文 就被派去蘇聯 親眼看著這個共產主義老大哥 是怎樣 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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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的時候 1993年 到了1996年期間 胡錫進就做《人民日報》駐藍斯拉夫的記者 真好運 又見證了波斯尼亞戰爭 好 好 2003年也好運 胡錫進就被派去波斯灣地區 就報道伊拉克戰爭 現在要做這個流水帳出來 是想告訴大家 胡錫進 不單是來自軍人家庭 不單是當過軍人 亦都目睹過昌臨彈雨 血肉黃飛的戰爭 他就很清楚了 再加上他變才無外 不走龍蛇 龍蛇運閘的龍蛇 所以呢 他真好像挺有資格 向習總出謀獻賊的 蒼狼 真是做智郎 不過是陰陰的智郎 真是陰狼 就是陰險一點的智囊就陰狼 而最近他就向習總提出攻陷台灣三大條件 攻台三條件 表面上是攻台三條件 實際上是露底三條件 他一說就變相踢爆 習總無聊扮四條 甚至可以說像玩十三章一樣 拿著毛頭一啪蛇就裝是銅花一條龍 大佬 哪有可能 總之 根本就是跟美帝差天共地 真是露底露到很狠失禮的那隻 胡錫進所說的攻陷台灣三大條件 第一 核彈數目過千 第二 軍力超越美日 第三 日射過萬飛彈 嘩 厲害啊 總之逐個跟大家說 一說大家就知道 中共和美帝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很大 其實他表面上好像說攻台三大條件 但實際上好像高級黑一樣 有些人都說他高級黑 其實就顯示出 中美之間的軍力的差距是很大的 首先 胡錫進說 中共的核彈頭數目必須突破到一千個 用來 藉此可以阻嚇到美帝不敢輕舉妄動 你不會幫台灣 說有這樣 未必會射的 不過要嚇他 資料顯示 加上中共的核彈數目大約有三百五十個 而美帝大約有五千四百幾個 即是零頭四百幾個 多於三百五十個 不要說那麼多 即使中共真的可以在短期內 趕制到六百五十個核彈出來 叫淘寶塗回來 六百五十個核彈出來 厲害 湊夠一千個核彈那麼大把 你跟美帝五千四百幾個核彈一比 都是差很遠 差四千幾個 你怎麼阻嚇呢 我就不太明白 你怎麼阻嚇美帝 都不要算你核彈的能量 你核彈的爆炸力 不要說這些了 不要算那些了 要算那些 還抬棺材甩褲失禮死人 更何況 《關購時報》 自己早前都報導過一件事 就是每個核彈平均成本 是大約二千七百五十萬美元 那麼這個二千七百五十萬美元 一個核彈呢 還未包括GPS 細度美液套件的成本 還有因為要不時更換零件 而增加成本 不要算保養維修的那些 即是不要算這些了 哇 都二千七百五十萬美元 一個成為 就當你核彈就是計你 就是不計其他了 就是計二千七百萬 七百五十萬美元一個 那麼你要整多六百五十個核彈出來 就要成為一百七十八億七千五百萬美元 即是大約一千三百八十八億港幣 一三八八 哇 很容易投入 一生五八八的港幣 那條數呢 雖然就不算很肯大 就很老實了 特區政府亂花錢 每年都花過千億啦 是不是 不算很肯大 但是都挺耐心的 尤其是計算下去 就算數 計算起來很可怕 哎呀 你民窮愧盡 即是你手掘民知民覺都不夠 是不是 更何況小弟剛剛才說過 即使中共有過千輪導彈 核彈 核彈 不要說其他 不要說其他飛彈導彈 即是沒有攜帶核彈導彈 你有過千個核彈 你都阻嚇不到被帶的嘛 人家有五千四百幾個 哎呀 第二點 胡錫進說 中共要持續擴大軍力差距 希望解放軍的飛彈 戰機和後勤生產 庫存能力都可以超越美日 日本就超越了 你計算美國 又說說大數 即是你這樣聽 即是德藍少 沒有下跳 然後德藍少 起初沒有下跳 然後就起勢 簡單說一條大數 不要說完 加上中共呢 這條大數的威猛 標榜的 記錄 加上中共呢 叫做有三艘噴黑煙航帽 有一艘福建號 還沒有服得役的 這個 遼寧號叫做服得役 但是沒有軟航能力的 只可以十天八天 在海裡飄一下 因為它燒柴油 另外山東號呢 就入廠多過吃飯的 很少動的 那即是當你就可以了 即是遼寧號山東號福建號沒有很久 至少三五七年後 當你有 但是美帝現在已經有十一艘 核動力航空母艦 這個之前講過的 不像這樣 還有很重要的核潛艇 中共呢 就有十一艘 美帝有多少艘啊 美帝有七十一艘 多你六十艘 還沒計算呢 別人的效能好你多少 不要計算了 戰鬥機又如說戰機 中共有七千五百 三千七百架 好像也挺厲害 但是美帝有五千架 你不要計別人F-35那隻 你不要計其他人 別人厲害你多少 別說那些 另外 坦克中共呢 就有三千五百架 坦克 都不錯 很厲害 美帝呢 就有八千架 啊 怎麼搞啊 是不是 海軍啊 中共 不是海軍那方面的飛彈 為什麼要說飛彈 聽來也知道 中共海軍呢 有四千一百個飛彈 即是 在潛艇啊 在那些航母 巡洋艦啊 居族艦啊 那些射出來的飛彈呢 就有四千一百架 美帝的海軍呢 就有多少呢 就一萬一千架 就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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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那麼多了 就是那種啊 哎 謝民聲 中共你究竟可以怎樣超越美帝呢 哎 真的不知道怎麼超的 你又說 你越說越像高級客 真是大佬 第三點 胡錫進說 中共要在短時間之內 利用到炸彈或者飛彈 每天 天天呢 就向台灣 投射一萬發以上 過萬個飛彈或者炸彈 用來做什麼呢 就針對台灣內部的交通運輸 要癱瘓它 供電要癱瘓它 廣播要癱瘓它 或者要接管它 網絡等等的基礎設施 炸爆你 從而削弱台灣人的反抗意志 以及衝擊台灣人的日常生活所需 都是做頭來得意的 快快投降 扯白旗 不要白旗 都拔掉底褲出來那隻 嘩 厲害了 每天射一萬個飛彈 你沒事吧 剛剛才跟大家說過 大哥 強如美帝海軍 總共都是一萬一千個飛彈那麼大 而中共海軍就只有四千一百個飛彈那麼大 何來每天射一萬個飛彈呢 又 即使當你中共 真的找到方法 每天射一萬個飛彈 花費都肯定很可怕 還比夏威夷扮成斯拉門美少女戰士 是不是 夏威夷很可愛 以美國戰斧導彈的造價為例 波斯灣戰燈大放二彩 以美國戰斧導彈的造價為例 每個戰斧導彈的造價 就是一百五十萬美元 那麼一萬個導彈 就成為一百五十億美元 就這麼簡單 一天射一百五十億美元出去 以1958年的金門炮戰為例 因為最激烈的階段 就射了四十一年 射了四十三年那麼長 1958年 結果呢 中共都是無功而還 甚至無可說是輸的 這樣吧 那你不要計算第四十三日 粗粗地也要打 射這麼多日 金門炮戰 都是射炮而已 那四十三日 成一百五十億美元 嘩 厲害了 就是六千四百五十億美元 即是超過五萬億港元 問你怎麼頂啊 問你怎麼頂 只要用解放軍 那是四十三日 你射久一點也不知道 只要用解放軍戰機 飛到台灣本島上空 去完之後擲炸彈呢 用二次大戰的那種 轟彈戰術呢 就更加是天方夜譚啊 阿托英華債 是關 曾偉豪不是羅家英 是關天方夜譚 是關絕大部份解放軍的戰機 你去不了台灣本島 你過了海灣海峽的時候 已經被台灣軍隊 飛了下來 還有玩手都會被美日的聯軍 飛了下來 嘩 場面比二次世界大戰 太平洋戰爭後期 日本的神風感死隊啊 不過偉大祖國解放軍的人 不是敢死隊啊 敢走隊啊 先走啊 敢亂隊啊 是不是 這樣就厲害了 當然這樣 你老共自己最清楚了 打國共內戰的時候 中共之所以打贏呢 就是其實國民黨的軍隊 很快就投城 投城意思是倒戈雙向 就是很快就投降 然後我偏入解放軍那裏 就是這樣的嘛 然後老毛見世息不對 打韓戰的時候 就叫了這些國民黨老兵 收編了的老兵 就打去打韓戰 哎 你死了你死了 就是火火種了 好厲害好厲害 總之就是這樣嘛 老共自己最清楚 他們打不打得 是吧 嘩 講講講講想想想 最近呢 那些美國軍頭 輪流在那裏說 說中共呢 有些人說 2025年會打 然後有些情節是2027年會打 即是會攻台了 至於今天而已 如果美國時間就 昨天了 現在香港時間是今天 今朝 這個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 白欣斯就說 他收到的情報顯示 習近平已經指示解放軍 下了order 在2027年之前 就準備好攻台了 哦 總之諸如此類的說法呢 看來 哼哼哼 真是越來越似 吞雞 就是什麼 就是越來越似是 有敵之雞 各位 正如小弟之前跟大家說過 如果我是美帝 都寧願 現在就一下收你皮 一下打倒中共 總好過十年之後 等你中共大隻了 年大隻了 才來打 打頓死 就算到時打得贏你 都打到自己 可能會脫皮脫骨 脫頭脫鎂 那又何必呢 現在打你 就說得贏 那為什麼不打呢 是不是 就先兇定你 總之怎樣說也好 胡錫進呢 這一套可以說是真人表演 不要當是高級黑了 真人表演最貼切的一句就是什麼呢 真人表演什麼叫做 殺軍馬者杜旁儀 殺軍馬者杜旁儀 不詳細解釋的原因 大家想知道什麼叫殺軍馬者杜旁儀呢 你Google search就知道了 總之 胡錫進 領銜主演殺軍馬者杜旁儀 真是厲害厲害 真是陰莖陰莖 好了 今集就講到這裡了 總之再提一提大家 現在可以免費看十四天的 小弟的Patreon平台 就是八二遊報的Patreon平台 大家只需要Google search 八二遊報的Patreon 跟著幾個步驟 就可以享有這個免費試看十四天的服務 之後再決定做不做訂戶 另外也都 沉少少說聲 不好意思 希望月初的時候 因為失機無神 會不見了幾十個訂戶 希望如果現有的訂戶 可以續訂 另外就是 都可以用傳統方法過數 去小弟的匯豐銀行戶口 即是HSBC戶口 戶口號碼 就是658-097-878-838 是658-097-878-838 總之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人 去繼續堅持 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好